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1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医疗与保健2 张医师请您开始 上一堂是讲医疗与保健 那我再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们说的医学 它必须要有包括理论与临床 那么我们就临床这一部分 它一定要有诊断与治疗 诊断与治疗 接下来治疗 它一定要包括医疗与保健 那我们也提到 西医它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都只有医疗 而无保健 那这一部分上一堂也有讲 那保健的部分也有讲 那刚好相反 保健的部分中医语言十点 它外治法既有医疗 然后外内治法 还有保健这一部分 除了医疗还有保健这一部分 所以在医学的整个架构来看 中医原始点算是比较完整 那原始点以中医它的保健 同中还是有益的 那上一次也稍微有提 那我们紧接着上一次的这些内容 我们进一步再来看下一段 综上所述 就治疗而言 西医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皆具有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医疗功效 中医与原始点的内治法则否 就诊疗而言 中医与原始点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故从因治病 既不需仪器检查 也不用处理异常 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故从果治病 不仅需要仪器检查 还要治疗异常 此为中医原始点 与新医指根本差异 这一段就是总结上面我们提的 他们三者的最大的根本差异 我们来就治疗来看 我刚刚也讲到了 西医它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那这样看来它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它的目的都是要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它要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的医疗功效 那中医原始点的内治法则否 没有但中医原始点的外治法就有医疗了 比如中医它是用针刺穴位来快速解除病症 那原始点是靠按推原始痛点或患处痛点来解决 所以这些外治法都有医疗的功效 那西医就是它这里特别提出异常 就是西医检查出来的 包括异常形态异常指数及组织受者 它都认为不是疾病之因就是疾病本身 所以都要处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西医的方式再把异常写出来 要不然如果单纯就医疗 医疗本身就是要解决疾病 其实异常不提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从医疗来谈他们三者的异同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下一页 那中医原始点 不论是内治法或外治法 皆具有改善热能不足 达到治医疾病及抗老针 受预防疾病的保健效果 好 那我们来看中医 为什么它的内治法跟外治法都有呢 中医它的三大疗法 我们知道一针就是医疗 我们说那针刺卸位就是外治法 前面刚好有讲过 所以中医具有医疗的功效 那灸与药都是 灸是外热源 药是内热源 所以它外内热源都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来达到这种保健功效 所以中医 在内治法或外治法都有这样的保健功效 那原始点也是一样 它是按队与热源并用 按队是医疗 也是属于外治法 那热源有分外热源跟内热源 跟中医也是这一部分很雷同的 那也有这种功效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中医跟原始点 它不论内治法与外治法 皆具有保健功效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西医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它不会想去改善热能不足 不管是内治法或外治法都是一样 好 我们再继续看下面 那进一步再来谈 诊疗方面 诊疗方面 最大的不一样 中医跟原始点 是为了解决症状 所以就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那重阴治病 他不需要仪器来检查 他只要通过观察症状就可以 也不需要处理异常 也就是异常形态异常指数 因为是以症状 症状就是属疾病 那异常属衰老 所以根本不会以这个为主着 所以他不需要仪器检查 也不需要特别说要谈处理异常这一部分 好 那西医刚好相反 他是以仪器检查结果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这个我们前面都有举例解说过 比如你头痛 那头痛如果你去检查 最后确认是由脑瘤压迫造成的 那西医不会以治疗头痛为主 他是以治疗恶性脑瘤为主 所以要求你要手术啦 化疗放疗这一类 那所以他们不是以症状作为 诊疗对象 这个已经很明确了 而是以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好 那西医是从果治病 什么叫从果治病 中医是以从因治病 两者差别在哪里 从因如果以中医就是改善体质 简单的讲 那如果以原始点来谈 就是从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个疾病之因来下手 这个叫做从因治病 那西医从果治病 从果它有两个特色 我之前也有讲过 从整个西医的逻辑来看 从果就是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以做区别跟从因的区别 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然后再来它是从患处下水 它不是从体伤或热能不足下水 因为体伤及热能不足 不是仪器人检查出来 它是抽象的 它是功能性的 不是靠仪器检查 仪器检查出来凡看得到的 不外就是脑跟病 所以这里他们就会以检查结果 直接从 不管我刚刚讲的 如果去头痛那个脑瘤 那就直接从脑瘤下水 这个就是从异常下水 那也就是西医如果从果治病 他们特别强调仪器检查 那另外还要治疗异常 应该医学是要治疗疾病 他们反而更重视这个异常 这个跟中医还有原始点 以西医这前面所述的都是这三者 最大的根本差异 也就根本就是很差 根本很难合并 所以前一段时间台湾在谈 中医跟西医药整合 这个怎么整合 从源头就已经有这么大的差异 而且检查出来 也不外就是脑跟病 那个都是果 不是要治疗的 要重因治病 所以中医如果是要改善体质 他体质改善了自然因变果转 那个自然疾病就会改善 也就代表身体好了 身体自然就可以达到 自我疗愈的目的 不是靠药物来解决的 不是只有医疗的手段 所以这样根本的差异 很多人忽略 然后大家都好像一厢情愿 那把中医西医各所长的来合并 怎么合并 如果以这样来看 其实治病很简单嘛 观察症状就可以 也不需要仪器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观察症状 那处理就是处理症状 干嘛还要缓那个老的问题呢 这个都是没办法诊病 所以早期我在演讲已经说了 因为有这样的 他们之间有这样根本的差异 你要谈中心要整合 不可能 最后只有怎么样 大吃小 只有这一句话 而不是论对错或 谁对谁好 不是这个问题 最后看哪一个势力比较强 就是把你吞病 比如中医他能治疗很多病 但最后就只好被边缘化 因为他们诊病像在台湾都是西医院 然后附设一个小小的中医部 然后绝大部分不管急救 急救照理中医也是很强的 是有办法的 比如说脑中风 那进来用中医的方法 我认为会比西医好 但是中医人吗 中医在西医院的架构下 他什么都不能做 能做的很少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医学 他们有这样根本的差异 如果不考虑这个 硬要把两者凑合 我常常讲的同床异梦 那个是不可能成功 好我们就就他们三者的差异 也把我的前一段时间 对中西医的观察 感触也说出来 但是说实在 好像大家还怀有这样的梦 很多人希望中医西医合并 但台湾就是变成这样 大吃小 中医变成很尾弱 我也去过大陆 我看大陆也是一样 到最后你看中医 很多要读西医的一些解剥学 甚至一些仪器检查 但检查治疗症状是不需要仪器的 那个而且很快 结果中医到最后 你说他中医嘛 好像讲出来又常常讲出 西医的专有名字 也不像中医 有些人就批评 好像最后的结果 好像中医 好像有一点不中不西医的感觉 那这个不就是被西医主导 那西医是不是会听中医的 也很难 因为他们根本的差异 根本是不可能解决的 所以我认为如果不考虑这些 所有的整合到最后都是失败 一定是失败 那所谓的失败就是大思想 现在我看台湾是以西医作为主导 那在大陆还有政府支持中医 可能还会比较平衡一点 但是好像也是比较偏向在西医这一部分 以我的观察 好那我这一部分就谈到这里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治疗重病 首先是保存生命 其次才是解除症状 由于热能是推动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以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 所以 只要是重病 皆需以热源 再善热能不足为主 由此可知 热能是因中之因 重中之重 故病重时 与其外求医疗 通过手术 打针 吃药等方法 从果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 不如内求保健 通过运动 调心 温补等方法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如此既可保命 又可自我疗愈疾病 可见治疗重病 保健比医疗更为简易 更为根本 更为重要 好 这一段 也有一点总结上面医疗与保健 但是特别提出重病 这一个病 那我们前面也教各位怎么分辨 如果有没有体力虚弱 先观察一下去 如果有那就是重病 如果他体力很好 那这个就比较没有危险性 就是轻重症 那轻重症又有分 比较危险的重症 还有根本没有危险性的轻症 他们一个是在发作的部位是在头身 那个叫做重症 那发作在四肢的我们叫做轻症 就这么简单就分出来 那尤其轻症是不会死的 他只会让你不舒服 譬如指头 马 脚踝 肿 这个怎么会死 或是手腕痛 肘痛 这个即便治不好 但会让你很难受 但不会有生命影响 但到重症因为是头身 但是他体力很好 说实在要这样治不好而往生的 也激励很少 除非像急救在心上 突然间皱体 虽然他有体力 但因为体伤严重 那重是极少数 所以不谈少数的 真正会影响生命的 就是重病 也就是重病 它是严重热能不足 那我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治病 治病最重要第一个目的 一定是保密 其次你才说 我再来解除症状 如果你确定 这个不会影响生命 很多患者根本就不处理 我举肿瘤就好 肿瘤有些人检查出来 事实上也没有症状 但西医说肿瘤 这个恶性肿瘤 已经算是转移了 你一定要赶快治疗 要不然会死 所以要手术 甚至要化疗状 但他竟然没有症状 表示他身体好好的 那为什么会去 让身体被手术刀割呢 这个破坏性大家都知道 能免则免 因为理由很简单 怕死 因为大家都知道 治病的目的 我一定要先保密 没有一个人说 哎呀我命可以丢 没关系 你只要把我肿瘤割干净 我死了也没关系 没有人这样子 以我所知 民众很多是不清楚 他到底目标是什么 但是我问了很多 其实答案再清楚不过 哪一个不要命 你手术成功命丢了又有什么意思 就好像我看 很多人肿瘤割完了 结果过程中他就化 或是化疗他肿瘤缩小 然后没有多久 他体力不济就往生了 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 但我相信 如果是 大家都是以症状为主 以异常为主 那就不应该有医疗纠纷 但事实上很多命走 反而家属很不服气 甚至还跟医院有一些纠纷 那很明显 重病就是保命 那保命理由就很简单了 保命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热人有讲过 有热人则生 无热人则亡 简单讲 他就像电力 热人就像电力 他推重的我们组织器官的运作 那这种组织器官就好像设备 如果这些设备要正常运作 一定要热人去推动 所以这里就点出一个 那这个热人 才是阴中之阴 重中之重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既然热人是 这么重要 影响生命的 那是要用医疗手段呢 还是用保健的手段呢 很明显 这个一定是保健 保健才能改善热人不足 那医疗是要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来解除症状 两者不一样 他们着重点不一样 所以只要重病一定是以 改善热人不足为主 而按推为服 这个道理我们前面都讲过 所以这样看来 你病情越严重的时候 反而不能单靠医疗 更应该要考虑用保健 那保健它的最重要概念 包括中医的灸跟药 或是原始点的外内热源 它最重要就是 让你体质改善 或热人不足可以改善 也就是电力可以保持 然后来推动组织器官 正常运作 然后达到怎么样 自我疗愈的目的 重点在自我疗愈 所以这样来看 那你如果重病的时候 你急着要去手术或是怎么样 那反而更冒更大危险 为什么 手术会消耗热人 而且手术要打麻醉机 那个也是急寒 然后在冷气是这么寒凉中 你要去割 然后又术后又要吃寒凉的西药 那很多人是挺不过的 所以他冒的风险就自来一档 所以很显然 这时候治疗重病 反而保健更为根本 更为重要 而且又简单 很多人 因为急了 病急就不考虑这样 反正割一割或是怎么样 然后也不分医疗与保健 所以这样从这一段 也几乎可以看出来 我前面就讲 那如果是热人 要改善体质 要外热炎或中药 或是外内热 那这个部分 只有中医跟原始点有 前面已经讲 西医是没有保健的 所以你应该是病得越重的时候 应该找中医 或找原始点 而非首显是西医 绝对不是西医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 像我在讲课 我就问 如果你们是重病 病得奄奄一行 你们会先考虑中医还是西医 就会调查 大家都说要找西医 认为中医是慢慢的 其实大家不了解 真正能够改善你体质 让你自我疗异的 就是中医 如果没有原始点 原始点不谈的话 如果中心医来谈 那应该是以中医 那当然这一部分原始点 已经都厘清了 所以原始点特别强调外内热源 然后为什么要用姜 直接敷在体表 甚至要灌场 这些用内热源 来甚至喝姜汤来改善体质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热能才是最重要 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出来 你轻重症 你不管用医疗或保健 反正轻症它也不会死的 没有什么关系 但到了重病 你更应该谈谈 这时候是不能轻易用寒凉药 或是用手术 我们举新冠病毒来看 你看新冠病毒为什么 我认为是一个感冒 照理是不应该死人的 为什么你如果说有体伤 以医疗的方式 就是真是些微或按推就可以解决 那如果已经病情很严重了 那更应该要热人 要不然会死人 要热人改善 你一定要有外内热 那恰恰 西医没有外内热源 他们所有的方法 几乎都是寒凉 所以这也就是我说的 很多人就 但重病的时候 没有方法下来就走了 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 到了重病 一定是保健 又比医疗更加重要 好 就是这一段就是在谈这里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二 内治法 在内治法中 药食对身体的影响 有两种要素 药性与成分 此处药性仅指药食之寒 凉 凉 温 热之特性 此两者皆可影响热能作用 与组织器官运作 但药性主要是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达到预防疾病 延缺衰老 自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目的 固属保健 成分主要是从果 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目的 固属医疗 这一部分我们现在来谈的是内置法 那内置法如果谈这些药食 那它对身体的影响 就有两种药特别提出来 一个就是药性 一个是成分 那这里的药性如果中医 它还有很多 不只是药食的寒凉平温热的特性 它还指的药性 还有归经问题 归什么经络 那原始点不谈这个 所以我们这里的药性指的就是 这个药到底是属于寒凉呢 还是属于温热还是平的 重点在这里 那成分跟药性 其实成分 应该是说西医的出现 才兴盛起来的 因为他们可以借助仪器 去萃取这个药食里面的成分出来 然后来研究到底什么成分 对身体的改变会比较大 那它既然是从这个药食里面 萃取出来它当然也包括药性 它不可能脱离药性 但它更重视成分 所以简单的讲你药食里面它一定有 既有药性又有成分 这两种都有 那在中医以前没有科学仪器的话 一般比较重视药性 这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偏重不一样 好那我们来看 下一行 下一页 那这两者 当然就会影响我们的热能作用 还有组织器官运作 因为两者都包括 但是一定有偏重 如果是中药中医它以药性为主的话 那就是主要是要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中药就是这样的目的 来达到怎么样 改善体质预防疾病 然后让你延缓衰老 甚至我刚刚讲的 你身体好了体力恢复了 还可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 然后寿命自然就可以延长 所以这一部分 是属于保健 前面有提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药性 它是为了保健用 所以我才说 如果说保健不能治病 那中医的灸跟药就不能治病 那对中医情何以堪 中医既然是一个医学 而说他不能治病 那就离谱了 所以中医它有医疗或保健 那西医的角度就是 你可以说保健 但不能说医疗 好像在西医的主稿下 好像只有医疗能治病 但保健不能治病 其实在中医的书里面 恰恰这个是说不通的 中医更重视保健 也就是在治病里面 保健比医疗甚至更为重要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成分指的应该就是西医 西医我前面讲的 西医借助仪器来萃取这些成分 它为什么要这样研究呢 它就是要改变 虫果 虫果不是虫荫 虫荫就是体伤跟热能不一 它们不是 它们比如说 你血压高 它虫果 这些成分就有办法把你血压压下来 或血糖改变 但药效过了 它又来 因为它不是虫荫 所以不能彻底疗医疾病 但成分也可以达到什么 快速解除异常及疾病症状的目的 它也有办法 比如你疼痛结果要吃进去 结果就忙很快 20分钟后慢慢就不痛 这个成分发挥了 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那所以从 从我改变组织器官运作来达到 异常及疾病症状的目的 这个就是属医疗 那显然中医跟原始点是以药性 所以它在内治法 因为前面就讲 内治法它没有医疗功效 所以在谈内治法 有医疗功效只有西医 这一部分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生活中常利用药食之成分 药性来疗愈疾病 即抗老增瘦预防疾病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深入分析 时下流行的保健医疗之法 诸如碱性食物 未可改变酸性体质 生机饮食 未可保全营养成分 人造维生素 水果酵素 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吸药等 多数含量 且皆聚焦在成分而非药性 其中属医疗者 仅有除疫苗外的吸药 疫苗及时下流行的 保健医疗诸法 其成分 既无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以达到快速解除症状之功 其药性 亦无改善热能不足 以达到自愈疾病 及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之效 不仅称不上是医疗 也算不得是保健 故对身体必多余力 虽然西医宣称 接种疫苗可产生抗体 即使感染病毒 也会使症状减轻 死亡减少 但无论其统计数字 如何支撑这一观点 却无法磨灭疫苗极寒 接种后 会严重消耗热能 加重体伤 导致疾病 乃至死亡的这一事实 所以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可未蒙其力 以先受其害 此外病毒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 只需暂避风头即可 万一感染而有症状 根本解决之道 是通过原始点的按推与热源 从因改善体质 如此就可提升人体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从而达到保命 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还算蛮长的 这个我们说药石 它里面有成分跟药性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就常常会利用到 希望能够利用这个特性 来达到我们 有病可以治病 没病又可以强生征受 甚至延缓衰老 预防疾病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分析 我们看下面下一页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 因为这个题目是医疗保健 我们从这个角度进一步再来分析 那现在外面很多 我们前面探讨的 说是保健品也好 说是医疗方法也好 很多 甚至保健品又说人治病 这些 然后西医又说 你这些保健品不能说有医疗的功效 类似这样 那我们前面已经介绍 什么是医疗与保健 都把这两者说清楚 那我们用这样角度就很快 能够看清楚 现在时下大家在谈的 他们到底有没有到 随是随非 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 酸碱平衡 这个也是 酸碱平衡就是 他最主要就是 人之所以会生病 都是属于酸性体质 所以要多吃碱性食物 他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这样 然后再把碱性的食物 什么叫碱性 就开始划分 他的特性是这样 但是他这里要考虑到的 他说要多吃水果啦 还有坚果类 坚果类还算好 但是水果很多都是含酸 所以他不是以含热 那很明显他不是以药性 那就是以成分 他谈的酸性或碱性 然后要吃什么 那这个都是从成分来思考 那同样的 生机饮食也是一样 生机饮食他最重要的理论就是 什么东西都不要久煎久煮 煮久了 它里面 比如蔬菜啦 或是中药啦 它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所以为了保全这些植物或药食的营养成分在 就不应该久煎久煮 这里也是西医 西医常常会批评中医的 就是说哎呀你那个人生如果酒煎煮太久了 那人生灶肝的成分都被破坏掉 它效果就会不好 类似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用西医的成分来说中医 那这一个也是属于在谈成分 那我们再来看水果酵素也是一样 水果里面含有什么维他命ABCD 还有人造维生素 综合维他命这一类 都是在谈这一部分 那这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在谈成分 那只要谈成分就是西方传来 东方如果中医代表东方的医学的话 那东方是谈药性 他几千年来 比如说两千多年从皇帝内经来讲 比较着重在药性 因为也没有仪器 古代也没有仪器去抽取他的成分来研究 所以这里前面提的这些 都是属于成分 那进一步再谈 这些前面大部分人都以为他是宝剑 那有时候保健又说治病 比如酸碱平衡就是这样 本来你就是说酸性体质会生病 所以要多吃碱性质 那你的目的不就是要治病吗 但是现在医疗法又规定 你们这些不能说治病 不能说吃什么就能治什么病 不能 要不然就违反医疗 是这样的 那生机饮食也是一样 你说他有什么营养成分 但你不能说治病 如果说保健他们 西医是不会罚你 但是你只要发大这个有医疗治病的功效 就要罚 是从医疗法的角度 是这样来规定 那什么是他们西医认为的 具有治疗的效果 那就是包括疫苗在内的西药 西医西药还有西 西药里面还有疫苗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出疫苗呢 因为疫苗跟西药他们两个 在西医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概念 西医认为西药可以解决疾病 但疫苗不能解决疾病 比如说你流感 你流感你一定要找医师啊 开药来解决你的疾病 那为什么又要打接种疫苗 他的意思是 接种疫苗是要预防你感染病毒 然后变成重病患者 甚至命就丢了 他担心的是这个 所以 简单讲疫苗就是自慰病 那乙病就是用西药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 很难接受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中医来讲 那智慰病就是保健 怎么会是医疗呢 但因为西医又没有保健 所以只能把它归为医疗 因为自慰病本来应该是用保健 比如说我们身体改善 体质改善就可以延长 延长寿命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但现在他认为 他这样可以接种疫苗对抗病毒 产生抗抵来达到减轻 症状的目的 甚至死亡力可以减少 那很明显 这个是智慰病的概念 智慰病照理应该是保健 但毒毒在这里 西医因为没有保健 所以还是把它归到 医疗的部分 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写法 就是疫苗跟西药还是稍微分开 要不然一句话 甚至包括乃至包括西药 等多数含量就可以 那为什么 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西药 就是特别强调疫 好那这里讲的前面好像是保健 后面西医特别强调 他们这些都是属医疗 那不管是保健或医疗 他们都聚焦在成分 而非药性 所以很显然这些提的这些概念 不管你有没有用过酸碱平衡 或吃维他命ABCD 或是生机饮食 很简单 就是这些概念 都是从西方传到东方来 尤其最近因为西医的盛行 那几乎它打遍天下无敌手 中医很多也 很多好的方法也就不敢再讲 其实如果禅保健应该是中医才有啊 不是西医啊 那反而中医的长相我们说的 你要达到改善热能不足 一定要温热药性啊 那中医的温补才可以啊 比如中医的时间大股 或是八真汤补中益气汤 恢复八胃丸 这些都是温补药啊 才能改善体质啊 我相信很多人做叶子都吃过时间大股汤 然后来炖什么什么 不管什么食物 很多都会用时间大股汤来调配 这个反而有效 所以很明显 这个已经看出 这里的提出来的 我们很多受影响 但中医已经很少提了 也就是保健 那因为你保健 如果用中药 中医有保健 那这个又要中医师开 又牵扯到医疗 那民众就会有诸多不定 是不是这样才慢慢 慢慢中医的 这些保健方法 在民间就慢慢 比较被西医排挤掉 这个是我在推测 那这个很可惜 事实上真的能达到保健 事实上你可以去中药房 抓我刚刚讲的这些药方 来顿补 事实上就可以达到保健的功效 反而这些前面提的 不管医疗 西医是没有保健的 只有医疗 所以他的疫苗跟西药 就不用多谈 但他们前面讲的酸碱平衡也好 那身经饮食也好 或是人造维生素水果效果 都是偏寒凉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所以这些 如果能够谈得上是属医疗的 简单讲只有西药 但西药还要排除疫苗 因为医疗有一个特性 它可以治疑病 然后速度又要快 那这个西药可以达到 那疫苗西医自己讲的 它说它是没有治病的功效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搞定 那既然没有治病的功效 它只是治未来的 能够帮助你未来的感染 让症状减轻 死亡减少 那这个不能称为医疗 医疗一定要有这种特性 所以西医因为没有保健 所以把它划归为 算是一个医疗行为 这也是很奇怪的事 那我们就 因为西医最大 我们还是尊重它的说法 所以 如果只有医疗的就是西药 疫苗不能算 那也就是它不能算 所以它应该把它化为保健 那保健的话 就是跟时下流行 我们刚刚讲的酸碱平衡 维他命ABCD 生肌饮食 水果酵素这一类 都是属于保健 那这一部分保健 但是他们又谈成分 又不谈药性 那好我们谈 据他们的成分来谈 他们的成分 又不能改 像西药这样来改变 组织器官运作 来达到快速解除症状之功 他们都不行 这是西医讲 你只要敢这样讲 我就取缔 所以它很明显没有医疗功效 我们再看下面 那它也不重视药性 西医没有药性的概念 那中医跟原始点 非常重视药性 譬如说你胃寒 那就要用温服药 来改善体质 这个很明显 所以它没有药性这个概念 而且大部分都是偏寒凉 那其药性 一无改善热能不足 来达到保健的功效 所以不仅称不上是医疗 也算不得是保健 那我们讲的 如果医疗跟保健 是对身体有帮助 但它什么都没有帮助 那表示这些东西 结论就是必多以利嘛 谈不上一个什么利 利你说它是属医疗也不是 属保健也不是 通通不是 那就是让你吃吃饱一点而已啊 然后吃一些味道不一样的而已啊 其实功效不大 那以前这样 你不如吃饭吃菜 这样就好 反而比他们更好 然后又煮热热的吃 反而更温 从这里角度很明显 这种特别提出来 又对身体又没什么帮助 所以必多以利 这里最后的结论是这样 好那其中最值得谈的 还是疫苗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既然它没有医疗功效 也没有保健功效 那疫苗是做什么 而且像这一次新冠病毒 那西医特别强调要接种疫苗 那好我们就照西医他们的说法 来说的 他们宣称那个接种疫苗 有几个功效 他们说可以产生抗体 可以产生抗体即使感染病毒 为什么要用即使感染病毒 因为你即便接种疫苗还是会感染 就像以前的美国的国务卿 鲍威尔 他也有接种疫苗 但是他还是感染病 所以不是说接种了就不会感染 照样会感染 然后感染病毒最后也往生了 也就是死亡了 好那所以他不能否认说 这个他的接种疫苗 可见他不能防止感染 不可能 这个一定要排除 那既然不能感染你接种疫苗干什么呢 干什么用呢 他的作用西医就有宣称了 他是说接种疫苗可以产生抗体 来对抗病毒 然后来达到怎么样 症状减轻 还有死亡减少 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这样 这是西医的说法 我们先也不说他对或错 但是他们会用很多统计数字 来说服大家这一个观点 就是打疫苗有减轻症状 减少死亡的这一个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作用 那谁还会去打 所以他们会用很多的数据什么 来支撑这一观点 这是毫无疑问 但从原始点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是就事论事就理论理来讲 疫苗如果从中医或原始点的角度来看 疫苗非常寒的极寒 而且你看有一些又要保存它 它是在冷冻室拿出来 然后冷冻室也没有加温 它直接就打进体内 所以有些就会受不了 所以从原始点的角度就会出问题 我们来看下面 他这个疫苗疾痒 接种后会怎么样 会有从原始点的角度 它会严重消耗热 加重体伤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 如果热能没有 人会怎么样 无热能则亡啊 会死亡的 所以为什么接种疫苗的时候 就会有些人会有不适感 因为他消耗热能加重体伤 导致疾病 他严重一点甚至会有死亡 这一事实 这个在台湾 去年有一个新闻 也就是我们的卫生部 他们统计的数字 就是从三页到十页上询 统计 台湾感染新冠病毒 不管新冠病毒或未来 后来的变种病毒 而感染死亡的人数 是845位 你们记这个数字 就是台湾算是很好的 因为防疫也算蛮成功 大家都戴口罩 然后勤洗手 政府也要求严格规定 不能勤聚 那民众都还蛮遵守法令 所以因感染而死亡的 我相信在全球里面 算是表现非常优秘 死亡是 845 好 那从 三页 一路打疫苗 因为 世界各国很热心的国家 也帮忙 运送一些疫苗 到台湾来 那 还有台湾也有制作 疫苗 来帮民众施打 那从三页 接种到十页 因打疫苗 他卫生素是这么多 疑似 疑似 接种疫苗死亡的人数 高达 850人 那我相信他现在的人数 也就接种疫苗死亡的人数 还会高过于感染病毒的死亡人数 那现在台湾 陆陆续续还是有传出 因为接种疫苗 而死掉的人 所以这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事实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原始点 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你用解剖学 能不能说 找到答案是不是 疫苗产生的 导致的 也不能 因为理由很简单 因为解剖学 他没办法检查出体伤跟热忱不足 那西医原本就没有热忱不足的概念 所以常常解剖之后 西医就会说 哎呀你以前有心脏不好啦 或是有糖尿啦 或是有什么高血压 反正就是你以前有身体不好 那接种了 才会这样 但有些学生就反驳了 我孩子都很好啊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接种了却就走了 所以就难免 民众在这一部分也会有疑力 所以这个世界就会变成 有人相信这些数字而接种 但也有人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事实 而不敢 那这是台湾的报道 我认为也是蛮震撼 那这个跟原始点的理论还蛮一致的 那所以我这里后面就写了 所以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恐未蒙其力 已先受其害 如果所以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你还没有得到他的利益 很可能你生病了还好 有些人体质好他不会生病 那有些人身体差一点 就有哪里 比如说肌肉酸痛啊 人很疲惫啊 甚至头痛啊 这些都是蛮常见的 就开始生病 那更严重一点还有导致死亡 所以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恐未蒙其力 已先受其害 这是这一段 那我们进一步再来谈病毒的问题 下一页 那病毒 这个问题之前也有谈过 其实我们之前没看很多病毒 比如说SARS SARS这个病毒 它会来 来了一阵子一定怎么样 它会过去 不会永远存在 任何病毒都是一样 所以病毒不是现在才存在 自古以来就有 也就是从我们老祖宗 很多就有瘟疫啊 这一些病名 不就是病毒吗 那这些感染的 现在这些病 以前也可能造成很多人死亡 包括近代西班牙 发生了一场病毒 也是瘟疫啊 死了很多人 这个也是 大家都知道的 也就是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 蛮算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好那问题来了 西班牙的病毒还在吗 也不见了 因为它过了一段时间 就会消失了 古代也是一样 所以哪一个病毒 从古一直流传到现在 也没有这个问题 那你看SARS也是 我之前常常讲课也讲 我去2009年到北京讲学 那刚好跟一个医师在讨论 他说那时候SARS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病人 在伺服业他们都还忙得很忙碌的 然后为了隔离啊种种 所有医护人员都很卖力在做 但是很奇怪到了五六夜 天气比较热的 也不知不觉什么 他说这个病毒都不见了 所以很明显 病毒其实不可怕 你只要懂得防护 比如说要戴口罩 要稍微隔离 勤洗手 不要勤聚 所谓稍微隔离就是不要封城 你只要懂得隔离 然后戴口罩勤洗手 一般是不会出事 那只要风头一过 他自然就好 所以病毒他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 这一句很重要 那我们面对病毒的态度 不是一直要打 因为打我刚刚讲 他为蒙其力先受其害 而是暂避风头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 就是不要勤聚 然后要戴口罩勤洗手 避免感染 也就是避开这个风头就可以 那你躲过了 他病毒自然就消失 那这个就是我在谈病毒的时候 特别提出这样的统计 那也特别提出病毒 他会随时间消失 所以既然疫苗他有这些问题 那你又懂得避开 那万一避不开感染了 感染又也不是难事嘛 从阴治疗 我们前面已经讲要懂药性 那如果原始点是最快速 就是按推跟热源 如果轻症就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服 如果到重病的时候 就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服 那前面整段以治疗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这样就可以改善我们体质 然后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致疫力 从而达到保命 你命一定可以这样就可以保下来 而也可以达到自我疗愈极度的 这个就 所以其实我说的这个防治的方法 从原始点的角度 既不用费社会这么大的资源 又可以达到真正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我提出的这个 如果世界各地能大量采用 我相信很多人 那个效果应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是蛮有自信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温热性药食 温热性药食与含量性药食不同 它是通过其药性 从因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虽不求治病之功 却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以达到预防疾病 延缓衰老 自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保健目的 所以它不仅适用于所有体质 还可长期服用 但温热性药食不能像含量性吸药 通过其成分来解除症状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 就举外内热源的例子加以说明 比如 用红豆袋加热外敷 可改善各种症状 如果是其成分有效 为何吃红豆却不见效 外敷时又何须先加热 再如 经晒干炒过的干姜片 与鲜姜片的成分相同 为何疗效去不相同 冷浮姜汤其成分不变 为何疗效不张 故加热过的红豆袋 跟姜一样只是一种热源 也正是这种热源 才能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 以达到保命及自愈疾病的功效 综上所述 可见温热性药食能使症状痊愈 是通过其药性而非其成分 那这一段很明显就是把药性跟成分的不同加以说清楚 那中医或原始点它是强调药性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它可以改善体质 然后达到自我疗益 但自我疗益又不能说有治病之功 这好像有一点矛盾 那这个跟成分 成分一直谈它的治病 就是它是医疗 那保健都是强调的是自我疗益 所以差别在这里 那我们就来解释 为什么它不能说它有可以治病 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就讲 但温热性药食不能像吸药 含量性吸药通过其成分来解除症状 很多人不理解 那原始点也说 药食保健是不能治病 从一开始包括姜这些温热药 我从来没有说可以治病 所以外面很多人说 我一直在谈温热性药食可以治病 我一直讲 它这个温热性药食是改善体质 那病是怎么样 自我去调整而疗愈 而不是将他们可以治病 那他们是通过什么机制呢 不是通过成分 而是通过它的温热性 那这里要解释的就是解释这个 那我们先来解释 虽然这里是内置法 但为了让大家理解 我认为应该不只用内热源来解释 还要用外热源来解释 这样大家就会更清晰 这个热源 它为什么能达到 像成分这样 虽然到最后它病也好 但又不说它治病 因为体质改善了它自然而难 就可以达到自我疗愈 那我们现在举的例子 很明显 就以红豆袋加热 红豆袋加热 它是让红豆袋怎么样 增加温度 然后盖在我们的大开关的时候 那个热源就可以被透过皮肤而吸收 吸收之后它就可以改善体质 是这样来的 那它不能说 就像西医的 他们是透过成分来治病 他们没有这样 如果是它是透过它的成分 那我们说红豆袋 温敷会有效 那如果是成分有效 那我们把它煮一煮 吃进去也应该有效 但为什么又没效 那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热的 热来帮助我们改善体质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这是我第一个提出来 我记得早期在温敷的时候 也有患者拿了红豆袋 就自己披了 披了老半天 他就跟我讲 那怎么都没有改善 然后我摸他的红豆袋 根本没有加热 我说这样怎么会有效 我叫他去微波一下 那他微波之后再服 他就觉得蛮酥 那可见 他如果没有微波没有热 一样没有效的 那重点就在微波之后加热 然后热热的让热源进去 这个就有一点类似 三寒论里面早期 我们说感冒太阳病 用硅脂汤 那硅脂汤吃了不能出汗 不能出汗就不能解症 书上是这么写的 那不能解症 他就叫患者可以 配合热熙粥来住这个热源 热熙粥吃进去 如果汗出来 配合桂枝汤 这样也可以 那如果还没有出汗 就是盖被子 那盖被子也是要让他出汗 而达到解症的作用 那很明显吧 这时候我们的红豆袋加热 也跟被子一样 而且他比被子还跟温热 直接铺上去 那效果就更好 所以他是这个热而有效 而非红豆有效 也不是红豆里面的成分有效 是热有效 那这里第一个是提出红豆袋的问题 第二个同样的 我们来研究姜 那姜 你生姜把它切成片 跟经过晒干后 然后再烘干 变成干姜片 那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确实是不一样 经过晒干风干过 它的药性 就比鲜姜片更加温热 这个有一点 像中医的炮制法 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 生地坊 经久蒸久晒之后 它本来是含凉性 就可以变温热性 同样的 鲜姜片 你经过晒干风干过 它的药性 就比鲜姜片还要温热 所以两者是不一样 那不是说 越温热越好 倒也不是 而是有些人需要更温热 那我们就用干姜片 那有些人 热源还没有差 不是需要那么多 那就用鲜姜片 好同样的你看 姜汤温热的喝 跟含凉的喝 其实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中医一定都强调 要温热的喝 像刚刚也是 桂枝汤没有效果 要配合热西粥 而不能 那个西粥如果含凉了 你再来配 那效果也不出来 可见还是一个热 所以从这几个例子 已经很明显 这个热对我们身体 透过皮肤之后 是可以温补的 然后吃进去 也是因为这个热 让那个药性 可以充分发挥 好我们看最后的解释 就最后再强调 所以为什么温热性药 使他能够做到保命 及治愈疾病 重点就在这个热源 而不是成分 所以他不是医疗 所以只能成为保健 好我们这一段就解释到这里 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此理记名 则用药疗疾或饮食养生 若要从阴下手 以其改善热能不足 达到自愈疾病 及抗老增瘦的保健功效 只需善用药食之药性 从保养热能着手 而不必在意其成分 选方配物即可大为简化 反之 若从过着手 为求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达到快速解除异常 及疾病症状的医疗功效 就要强调成分 以对质不断变化的病情 所以选方配物或药物研发 就变得极文复杂 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解释 这里这一段是承接着上一段 那既然药性这么重要 那我们用药了解 你就要来懂得要用药性来改善热能不足 那所以这个变得非常简单 因为药性我刚刚讲 在日常用品 你要有一个热源就可以了 红豆袋是一粒 软贴也是 那电热器也是都可以达到 也不用研发 热肠随手就可得 那内热源就更多了 姜片 那如果是中医师他要开药 他也可以开一些温补的中药 温补的中药还蛮多 刚刚也举例了 像食权大补这一类的 好 那这个中医如果以药性 哇 变得很简单 那如果是谈成分要以医疗 来改变我们的组织器官运作 哇 这个就很复杂 我们来看下一页 他就有提了 你看要改变组织器官 达到快速解除疾病 那这个要强调成分 但强调成分又 因为病情的不一样 每一种病 他要改变这个局部的组织器官运作 他的成分就会不一样 那这个研发就会变得很复杂 比如说你疼痛 那疼痛这些成分跟你 比如尿不出来 那他要让你有利尿剂 那这些成分都绝对不一样 或是你睡不着 那这个症定剂跟止痛剂也有些不一样 所以类似这样 他每一个病都要去研发 都要耗时很久 然后研发出来的成本又高 所以这个从成分去处理疾病 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那所以中医为什么会变得简单 很简单吗 他一针就可以达到医疗 找大开关就可以 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那你用药去改变它 然后不仅复杂 还浪费金钱 还有他不能跟持疾病 这个后我们也有讲 因为从果下手他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前面有说 那就不能改善热能不足 达到自我疗医疾病的目的 反而复杂了也不见得变得更好 这是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 把药性跟成分再做一个说明 按此中所谓用温热性药食不必在意成分 是指不必追求所谓个别的有效成分 而不是否定药性与成分的关系 药性虽不及时成分 但也离不开成分 它是所有成分整体合合的作用 所以若从药食中抽取单一的有效成分 即失其整体的作用 就像树叶的光合作用要靠叶绿素 但单独抽离出来的叶绿素 就失去这个功能了 这个解释都蛮具体的 也不需要再特别解释 但前面我们已经有提到 西医很多都聚焦在成分 比如很多养生的 那它就没有办法达到药性这样 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来达到抗老针受预防疾病 这一部分就做不到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人体的热能主要来自于食物 而食物药性有温热与寒凉的不同 两者皆可经由人体消化吸收后转化成热能 但药性之寒热对人体是有影响的 如果将食物比喻为燃料 则温热药性犹如助燃剂 可减少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 寒凉药性犹如阻燃剂 会增加食物消化过程中热能的消耗 令虚弱者不堪承受 故欲趋利避汗 需善变药食之寒热药性 其辨别规律 经多年观察重病患者饮食用药反应 总结如下 以胃变 甜酸属寒 甘咸淡属凉 心属温 辣属热 苦则不定 但多属寒凉 以类分 水 海产属凉 茶 水果属寒 或凉 油 酒类 因酒精性寒 皆属寒 由于含凉性药食 皆需仰赖身体的热能 去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被吸收转化后 发挥其效用 对轻重症 体力上加者 适量复用 固然无法 但对重病 体力已弱者 却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是不时宜的 故含凉性药食 是否可用 当是自身体力之强弱 及病情之轻重而定 若服食后感觉不适 或体力变差 说明热能已经不足 实之有害 应当减停 改以增强饮食 至温热性 及加强运动来补俱 综上所述 身患重病 体力已弱者 最好进食酒 冰品 生冷海鲜 及蔬果 水果酱素 人造维生素 病少依赖药物 避免接种疫苗 日常饮食 应少糖 少油 少盐 少醋 少水 少加工品 少转基因食物 多温热性药食 好 这一段一开头 我们就说 我们的热 也就是改善热能不足 它主要来自于哪里 还是我们的食物 那问题来了 食物它的药性 我们前面有讲 它有一些是温热的 有一些是寒凉的 那这两者 都虽然都可以经过身体 吸收消化转化成热能 但在这个过程中就 寒凉性药食 它就会消化我们更多的热能 去消化它 那温热性药食 所以这里就用助蓝剂 它在这个过程中 就不会消耗太多的热能 那寒凉性就不一样 我 我们常常都了解 我们人体是常温的 恒温的 比如说我们都 身体都保持35到37度之间 好 那你如果喝一般的开水 假设 喝下去之后 它虽然可以被吸收转化 然后等你 它剩余的不能吸收消化 它就把它排除出来 那排除出来 这时候我们排出来的水分 还是像我们喝的平常的开水 然后凉凉的嘛 因为常态都是凉凉的 那出来的温度都比那个凉凉还高 为什么 它经过吸收之后 那经过身体 再把它转化的过程中 那它出来是热 可见这个过程中身体 已经在消耗热能了 所以寒凉 它就会负担更大 那你喝的这一杯润火是温开水 它就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的热能 那如果一般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对于重病患者 他这种含粮吃 喝进来 就会对身体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所以有些人光喝开水 它痰就会变多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热能已经不够 所以没办法把它转化排泄出来 然后就会转化成痰 那痰又卡着又不舒服 然后又一直想把它咳出来 那这个就很明显 我是举这样的例子 这一段都是在痰症 那比如寒凉性有如阻难剂 那温热性又阻难剂 它可以减少这个过程中消耗热能 那你寒凉性药 就会让比较体力虚弱的人很难承受 甚至病情就恶化 那这样说来 我们的食物有寒凉跟温热 那我们怎么来变 如果照以前我读中医 那就要读本草备药 以前我们考药物学 就是本草备药 那本草备药 它里面都有讲 比如 人生肝为苦 性温假设 因为好久没有备了 已经离开一二十年 那无胃子酸 那他温 他们都会这样 那你没要备 你都要备 哇这样很复杂的 等于你要了解一样东西 就要去备这一药味的药性 那人生生命又有限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在思考 有什么方法 可以很快让我们知道 我们吃的东西 到底是寒凉还是温热呢 所以这一段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来看下一页 下一页就是我就开始尝试的 给重病患者吃 那重病患者如果吃了 他身体很不舒服 那我就知道 因为重病患者都严重热能不足 嘛 那马上就可以清 这个是寒凉的 那这样慢慢归类 经过好几年的观察之后 哇我终于把这些归类都把它找出来 那任何人就不用背书了 因为背的书 你年纪大也会忘记 那如果我能够从味道 你吃进去的味道去变 那很快就可以变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里再看下一页 这里就有讲 甜酸属寒 我就分出来 就是他为什么吃了这些 每次都重病患者就那个不舒服 那仔细去分析 不外就是甜的 要不就是酸的 那就可以想见 哇这里都是属于非常寒的 那甜的当然就蛮多了 那酸我们醋也是酸 所以很多人饮食的时候 你就知道哇甜的就 尤其重病患者就不能加太多 甜的或酸的 那甘咸淡鼠粮 甘像甘草啊菊花 这些在我看嘛 只要甘都跟 它只是没有像甜那么严重而已 所以甘还是偏像凉 所以我把它归为甜 那甜就变寒 这个有药性的差别 那还有我们主菜也都会加酱油啊 或是盐 那这些咸的也是属偏凉的 那淡还有我们很多蔬菜都淡淡的味道 那这个淡也是属凉 尤其我们说生津饮食啊 很多都要吃清淡一点 以为这个就可以改善体质 这也是一个错误观念 因为淡清淡 那个味道淡淡的其实还是偏凉 你要把它吸收消化进去 还是要消耗热的 所以为什么食泉大火汤 它味道蛮浓的煮出来 它绝对不会吃淡 所以这里淡也是属凉 这个大家如果能够把它静一下 背清楚 那你马上一尝就知道这个 到底是属凉 寒或凉 那什么是温的呢 温的像新属温 像我们姜也有葱蒜 葱蒜这些都是属温 那姜有腥味又有一点辣味 所以它介于温热之间 那辣椒就有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中医的腥味 属温的药还真的蛮多的 贵枝 麻黄 金戒 防风 白质 这些都属于新的 还有如果在广泛念 还有什么五家皮 威灵仙 就一大堆了 这些都是属新温的药 所以新属温 蜡属热 另外还有一个苦 苦在中药里面 我一路研究下来 只有四味药 比如人生肝为苦 但它是属于温的 还有当归 当归也是肝 有一点苦苦的味道 它也是属温的 那另外还有无猪鱼 无猪鱼也有苦的味道苦涩 另外还有腹脂 腹脂也稍微有苦 但是久尖之后 它也是属于温热药 好所以苦除了这四味之外 我就再也找不出 有什么是属于温热的 几乎都是寒的 我们最常见的是 比如黄年黄晴啊 那中医 还有一些像龙胆草 这些都是很苦 所以是属于苦寒药 所以苦多属寒啊 那我们知道黄子 黄子那个心啊 粒粒的也是很苦 那也是极寒 那苦瓜 像我们吃菜 苦瓜也是偏凉 那还有像喝咖啡 如果你不加糖 那个从苦味 那也就是知道 那个大多数属寒凉 那如果又冷冷的喝 那就更凉 好那从味道这样 我们一路看下来 就可以知道 你今天吃的东西 是粮多还是热 温热多 比如我们说煮菜吧 我们就煮酸辣汤 酸辣汤到底是温的还是热 因为辣是属热啊 酸是属寒啊 那就看你怎么加了 你辣加的够多 甚过于酸味 甚过于醋这一类 那这个就是属温的 那反过来说 醋大过于辣 那就是偏寒凉 所以这个 为什么煮菜可以去调配 但调配到最后 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它到底是 比较偏温偏的 都是你可以掌控 你辣椒多加一点 姜多加一点 那煮出来 当然就会 就会比较温热 那你甜的多加一点 或是咸的多加一点 那吃起来就 比较凉了 那另外这些味道 我认为已经解决中医的大半问题 你看这几句话 你本草被药应该就不必读 从中去理解 对这个药 这个食物 到底是属温热还是寒凉 这样一分下来 就再清晰不过了 好那这里接着进一步分 以内分水 海产属粮 茶水果属 寒或凉 那最寒的就是油跟酒 尤其酒又比油更寒 这也是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 酒醉的时候就很惨 那酒醉的时候 甚至可以寒到 让你整个运作功能 混乱 甚至自己 隧道路边 甚至路中央都 都不知道很危险 那酒醉开车 就常常就不稳 你就不能掌控 就是它会让我们寒到 就是整个运作功能 就不能维持正常运作 所以里面最寒应该是酒 酒才会造成这样 那油也是 那既然油那么寒 那我们民众是不了解 还在分我的 可能是橄榄油啊 葡萄籽油啊 应该有机的 总会比较好一点 那个都是在谈成分 我说的 只要你认为它里面有什么 有机什么成分 那那个都不是在谈药性 那这里是着重在药性 那油一定是寒 所以从药性来讲 你根本也不需要分 什么油 橄榄油 或是葵花油 甚至沙拉油 应该就不需要特别分 好 那这里茶跟水果 也稍微提一下 茶油跟手茶跟生茶 那手茶比较偏凉 那绿茶比较深茶 就是没有经过炮制的 那就会比较偏凉 所以为什么中药里面说 茶是可以清热行神 你光听清热这两个字就知道 它一定偏凉的嘛 要不然怎么清理的人 所以我们 因为古代常常都要下庭耕颂 留了满身思赖 那喝一点茶 他觉得很好 就是把那个清达到清热 他也可以觉得精神就比较好 那水果你也不用分 水果不外就是酸 要不就是甜 然后如果再细一点分 像巴勒那个 就比较偏淡一点 反正只要有这些味道 不是凉就是寒 再也找不出来 很多人在说那龙眼干 不是书本上写的是温的吗 那我们如果以这里生 一定是凉 理由很简单 因为龙眼干是属甜的 甜怎么会是温的呢 所以那还有人问榴莲 榴莲说很补啊 不对榴莲也是甜的 所以它也是偏凉 凉到寒 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所以为什么一般人吃水果还好 但重病患者有些吃水果 他不管吃什么龙眼干啊 或是我刚刚讲的榴莲 他吃了还是一样不舒服 道理就是他 因为他不是寒就是凉 那水 所以一般我是把它 如果你煮到温热的喝 那就跟人体这样 那就不会消化很多的人 我把它归到平 那你如果没有加热的喝 你好像矿泉水 你拿来就这样喝 那这个就是偏凉的 那个毫无疑问 那另外海产类也都是比较偏凉 也就是鱼啦 海苔啦 海带啦这一类 那这个都要经过煮过 煮过甚至如果要吃 还是还要加姜辣椒 这样来中和一下 好那我们把这个味道也都分析得很清楚 那这样你们在吃的时候 你们知道药性的重要性 那你在吃的时候怎么来调配 你心里就有个底了 那我们后面讲的这些都很容易理解 我就不再多说 反正你吃了感觉身体不舒服 一定就是太过寒凉 那这时候你就应该要改变 好那我们最后也有提到 什么寒凉最后也叫大家 要少吃日常要少吃什么 这里都写得很详细 然后也欠大家 如果最后一定要多温热性饮食 那避免有吃些什么 甚至我们也特别提出来 不要吃一些像水果酵素 维生素这一类啦 因为需要也都是很凉 所以当然就我们前面也讲过了 那疫苗这一方面也都讲过 所以能避开这些寒凉尽量就避开 那很多人都说药有三分毒 事实上也应该是严格讲 需要最大的问题就是寒凉 会严重消耗热 那疫苗也是问题也是出在这里 我们以药性来看 就可以很快看出它的问题 好那这一段 因为最后的结语就是我们一定要少什么 少什么然后一定要多什么 最后就强调如果要养生啊 一定是要多温热性药食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温热性药食 温热性药食既然如此重要 为何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具浆为例 当发烧烟痛 咳嗽痰痰多 服温热姜汤而痊愈 一般人就会认为 江具有退烧烧热 江具有退烧消炎 止咳化痰的功效 当痛经腹泻便秘 用姜粉或姜汤灌肠而痊愈 则又认为江具有活血止痛 止戒通便的功效 如此延伸 好像江具有各种治病功效 但这并非事实 就如同汽车煤油 一切功能失效 加油后又恢复正常运作 此时能说汽油具有导航 音响空调的功能吗 若有只需买桶汽油 不就可以直方位 听音乐 吹冷气了吗 显然 汽油不具任何特定的功能 它只是一种能源 提供汽车运转所需的能量 使汽车各种设备 在此能量驱动下 恢复正常运转 才展现出种种功能 同理 江也不具任何致病功效 它只是一种热源 可被身体吸收转化为热能 使身体组织器官 在此热能推动下 恢复正常运作 才达到致病功效 由此可见 疾病之所以能够得到痊愈 主要是靠自身修复的 但若不了解此事实真相 当病好了 就会误以为是温热性药食的功效 对治病功效的名思 即由此而起 换言之 虽然药食可通过成分 药性 已解除症状 但不能因此 就说药食有 治病功效 因为药食只是一种原 终须透过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的因 才能解除疾病症状的骨 倘若不谈身体的运作 而宣称药食可以产生抗体 抗凝穴等 或补甲状腺素 荷尔蒙等 或致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肿瘤等 这就像汽油的缘 不经汽车空调系统运作的因 就可产生冷气的果一样 明显犯了气阴缘 而说原治果的过失 好 这一段在内治法的理论上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大家热源的摄取 以姜为主 那既然这么重要 所以我就特别举姜为例 如果说温热性药食有治病功效 那姜应该就有了嘛 毫无疑问 那我们这里就提出了一些案例的看法 比如 你发烧烟痛咳嗽痰多 浮温热姜当 达到潜移 那中医有这样说法 姜可以止咳化糖 然后还可以散风寒 驱风寒 那达到可以 也可以让发烧降下来 那也可以咽痛也可以改善 那这样说来姜不就是具有这些 退烧消炎止咳化糖的功效了吗 我们就照中医的要点 好像大家这样读下来 好像就会把它复养 它有什么功效 那我们又急了 那如果照这样我们原始点姜的应用就更多 看下一页 我这里又举 如果像痛筋腹泻便秘 那这些都是腹部以下 那我们说腹部以下的 可以用灌茶 那我们用姜粉或姜汤来灌茶 结果也好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又认为 这样姜 具有你看痛筋 痛者不痛 所以它应该就有活血止痛的作用 它可以通筋肉 就会开始这样联想 那喝姜汤 结果腹泻也好了便秘也通了 那是不是又有通便子蟹的功效了 这样想象 那当然就会复养 姜 无所不治 好像可以治百病 这就是很多人说 我们说姜可以治百病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 你看我最后这一季重点 但这并非事实 也就是我从来没有说姜可以治病 那外面怎么又说原始点说姜可以治百病 都断章取悦啊 我不知道他这本书是怎么读的 这一段我很久就写了 那外面还是 我说的要找原始点的毛病 好像就一直在讲我们将 一直在夸大说可以治百病 但我这里完全否定 我的理由很简单 我就举汽车跟油的之间的关系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这里就讲 汽车如果没有 他什么功能都没有了 他也没有导航了 也没有音响 也没有空调 什么功能都没有 因为他没办法发动 这些功能也没有用 那你只要加油了 他可以发动了 可以运转了 你要他就可以有导航的功能了 也有音响的功能了 那空调也没问题了 你都可以达到 这样说来 是不是汽油具有 导航音响空调的功能呢 如果有 那我们直接就买汽油来了 他因为他有这种功能嘛 那我们买一桶汽油 他就可以唱歌给我们听 又可以导导 导我们引导 我们现在的方位在哪里 然后又可以放音乐给我们听 可能吗 当然是不可能啊 我们看下面 下一页 所以 不能这样说 所以我这里就显然 汽油不具有特定 任何功能 因为他只是一个人员 他提供我们汽车运转所需的能量而已 那为什么有这些功能 就是汽车里面有这些装备 他有了音响的装备 有导航系统的装备 有空调的装备 所以他才有这些各种功能出现 而不是汽油本身就汽油 那这个道理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那反过来我们来看 我们的姜也是这样 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就停了 所以同理 姜怎么会具有 具有致病的功效 他跟石油一样 就如同汽油跟汽车一样 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姜 如果我们把身体比异为汽车 那姜就是汽油了 他只是提供身体运转的一个热源而已 这个热源可以被身体吸收 转化成热能 那热能我们前面有讲过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要维持正常运作 是需要热能去推动 那因为他推动他 让他恢复正常运作 所以才能达到致病功效 是这样来的 那谁在治疗 当然是身体自己治疗的 那谁在有空调 或是有音响功能 是汽车的设备啊 不是汽油有啊 所以姜不具有致病功效 就如同汽油 没有音响空调功能 一样的道理 这个已经很明显 用这么长一直在比喻 所以如果有人在读原始点 又说姜能自白力 那个简直就是根本书都不看 然后信口辞华 已经都读篇了 所以这里很明显 我举了这样的例子 就再说明一点 这里重点在哪里 真正能解决疾病的事 就是身体本身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真相 当病好了 你刚好喝了姜 那你咳嗽也好了 痛经也好了 你就误以为是姜的功效 对不起 是这个热源是提供的身体 是身体自己帮你疗医好 而非姜啊 姜只是一个助言而已啊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所以我们就 就进一步来说 虽然西医他们一直 我们药性是这样的说法 那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成分 它是不是也有制定的功效 如果以我刚刚这样的标准 来看西药 那西药也是有这个问题啊 如果我们来看西药 它通过成分 比如说你疼痛 它用麻痹也好 或是用一些止痛剂也好 类固醇也好 让你马上就可以止痛 那你能不能说 这些药具有致病功效呢 同样我们对中医药性 就不承认它有 那通过成分是不是就有了呢 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好那我们下面也就在说这个 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就涵盖瓜了 药食不管是它是通过药性或成分 其实都是一个盐而已啊 这些盐要发挥它的功效 你一定要透过身体 透过因嘛 这个因把它吸收了 盐才能充分发挥 才能改善果 所以我们说 因盐俱足 果报才会现前 一样的 单一的因或单一的盐都不会 那你要治病也是一样 盐一定要结合 改善身体的因 透过身体的因 这个因就如同我们说的 就是汽车的设备组织器官 那你要透过这个热源 来改善我们的热能 然后来让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解决疾病的果 所以你不能只说 盐就可以治病 那这样区列的中间这一个条件 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因 它是不能成立的 所以这里就直接讲 因为钥匙只是一个盐 必须透过因才能解决果 好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如果你不谈身体 就好像你不谈汽车里面的设备 运作这些 那你只宣称汽油 它可以达到音响空调 这些是达不到 那同样你宣称 不谈身体 就如同不谈汽车的设备一样 不谈身体组织器官的应种 然后一味的说 我这个西药可以产生抗抵抗灵血 比如说那个疫苗打疫苗 接种疫苗就可以产生抗抵 来对抗病毒 还有一些比如心脏手术之后 那都要吃抗灵血 就是说这个药有抗灵血作用 这样听起来就如同汽油 说它有什么功效一样 中间就浮裂了音什么了 这个大家一听就清楚 这样说是条件不具体的 你一强调这个盐的重要性 药的重要性 那浮裂了身体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吃了 这些抗灵血或抗 接种疫苗 反而身体变得很差呢 我们前面也讲 甚至还会导致疾病 严重一点 还有接种疫苗死亡的案例呢 这个就是 它一定要透过身体 如果没有身体 它怎么可能发挥 好那我们这里说 西药常常也会宣生 这个药具有抗灵血 产生抗理或补甲状腺素荷尔蒙 好我们继续看 这里举了很多 或是致高血压糖尿病 心脏病肿瘤 这一系列的说法 我们很明显 这个都有问题 所以它因为它不能从阴下 它互列了这个阴 所以即便它血压高 你吃高血压药它降下来 但明天不吃又来了 因为你没有从体质改善 你不从阴改善 这个是不可能治好的 所以 好了你宣生当下可以治好 明天也不管 当下我们就趁它有疗症 但你这样说也就犯了 怎么样太强调盐的重要性 也就是这些药的重要 那这样就有一点 就像强调汽油 它有什么功效 它可以有音响 烹调 甚至还有导航这些功能 那这个听起来就知道 这样强调似乎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说西药可以治这些地 然后又不谈体质的话 那这样跟前面的药性 江的问题 何尝不是同族一类 所以我们这里最后的结论 这里也是就如同汽车 它那个汽油 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汽油没有透过空调系统 它怎么可能产生冷气的不一样 所以这种强调就明显犯了 西药谈言而说颜治我的过失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结论 也就是药性也不能说有致病功效 同样 成分也不能说有致病功效 所以西医在这一点上 因为我说西医现在 它是 几乎全球都服了它 包括 大陆很扶植中医 但是在西医的医疗法上 只有好像西医人谈致病 他们的药可以致病 那如果从这一段 其实西医也不能这样说 这样也犯了逻辑性的问题 也就是 他只强调 这个药有什么功效 却不谈体质 那这一方面在中医就做得很 中医一直强调要改善体质 中药也是一样 所以这反而知道药 然后因为体质的不一样 然后所以可能药方开出来 有些就会很极大的不一样 一样 好 那这个我们也讲了那么多 所以严格讲 西医修别人都只能说是保健 不能说医疗 要不然我就要取缔 这个是对的 但是同样 他说自己需要有致病功效 逻辑上也是犯了这样的错 好 那我们这一段就补充到这里 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张医师 好 谢谢大家